在苗栗這名陳姓富人是誤信了網路投資詐騙集團 他跑到銀行說要匯款兩百萬元 行員趕快通知警方 而看到遠景前來關心了富人的態度超級差的 非常不耐煩 後來才知道原來詐騙集團已經打了預防針了 就跟富人說 如果有遠景問你的話 你一定要態度硬起來 只是遠景也蠻無奈的 因為看到富人講的第一句話就是問 怎麼又是你 不好意思打擾一下 又是 陳姓富人看到遠景超不耐煩 原來他要匯款兩百萬元 但說不清楚用途 看到遠景來關心 只覺得是來找查 這名七十歲的陳姓富人說 自己是要幫孫女繳投期款 強調自己絕對沒有被騙 詐騙集團似乎早就料到大金額匯款 會被遠景還有航員關心 早就在通訊軟體上對陳姓富人耳提滅命 告訴他遠景問起來要如何應對 還說如果要對峙就打給我 甚至強調態度要自然 面對遠景詢問得要搶硬 我們警察去幫你啦 對 你要相信我們 沒有 你進去買那個都假的網站 你如果有投資的話 你就跟他講我要出金 你看出不出得來 遠景和行員馬拉松 試苦券將近一個小時 陳姓富人才終於相信自己遭到 詐騙停止匯款 並且感謝遠景相助守住兩百萬元 繼續高地專制苗栗報導